大家好我是Kason 今天來介紹的是杜卡洛的MO粉軸 之後就簡稱MO粉軸了啦 這是一個海木代工的線性軸 價錢是10顆29塊人民幣 不過我618買的時候是特價24 而且杜卡洛他們賣的方式有點特別 不管買幾顆都會額外付一顆 並提醒先試用看看 如果不喜歡就退 不然拆封就不給退啦 另外大量買的話 一顆約2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8.9塊 外觀方面跟之前一樣是海木代工的 左側帶白軸線性版本 有一點點不一樣在底殼的地方 這兩個孔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在屁眼這邊打了一個X 作用就還是空氣動力學那樣 配色方面這個顏色有點像皮膚色的 碰材質的防塵壁軸心 這算奶黃色的吧 PC材質的上蓋 插件燈位 然後這邊有杜卡洛的標誌 底殼這應該也算皮膚色 跟軸型的顏色一樣 然後是五角軸 四角卡扣固定的 對了底殼是尼龍材質 然後壓力方面是 初死35克觸發47克 在1.5-2毫米的位置觸發 觸底60克總形成3.8毫米 有一點點類影軸的感覺 不過如果他的位置觸發 如果在2毫米就沒有像類影軸那樣提前觸發 有一點點提前觸底 來跟45克的草莓果凍V2對撞看看 整體算是蠻接近的 觸底稍微比草莓果凍V2重一點點 手感上海木跟華諾的軸 就不用多說了啦 順滑度都還蠻優秀的 不過有時候個別的軸體 會有比較明顯的彈片音 然後這樣按的話會有一點點彈簧音 因為是軸心觸底 所以他的觸底聲音比較集中 觸底回饋也會比華諾的軸還要強 不過回彈撞擊上蓋的時候 他的聲音又比華諾的軸會碎一點 可以說是有一毫沒兩毫吧 拆啦 彈簧是22毫米的雙段加長彈簧 潤滑就是很正常的軸心跟小角潤滑的痕跡 導鬼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啦 然後這種加長一點點的軸心 來達到軸心提前觸底 這種只加長一點的軸心觸底 手感我個人是蠻喜歡的 所以這個 因為他跟華諾的軸互有好壞啦 所以目前 這一顆跟草莓果凍系列 那一系列的大概45顆觸發的 軸體我算是一樣喜歡吧 沒有說誰比較喜歡 現在沒有最喜歡的軸了 不過他價錢稍微高一點點啦 摩咖的A198上面搭的那個 鷹粉軸也是好像也是海木代工的 之後會賣 35顆 42塊人民幣吧 甚至比 華諾這系列軸還便宜一點 跟 比強溫奶油貴一點啦 不過強溫奶油他37口我就用不太習慣 緣巧溫奶油貴一點